我們在練那個躲避球的時候 教授出去 錢姐就轉過來跟我說 加油 你丟那什麼球 軟巴巴的 我第二輪選你耶 然後我就 趕快去跑邊 就是一丟球一丟球一丟球 好 一下 你說他們現在都不可以練了嗎 如果這樣就不來了 這個就是什麼強者的傲慢吧 全民心靈家又離骨癌 完全沒想過 任了車上給Like愛的鼓勵 骨癌的部分現在會有影響嗎 影響比較多是 只有在投資類的項目 五年內有可能會復發 就是觀察期剛好五年 就到今年十二月這樣 最小的可以倒置掉嗎 有 骨頭都切掉 然後雞肉也切掉這樣 那現在都會有充足嗎 對 從來不會想過 沒有 沒有準備過這件事情 醫生也說就是 這個就是一個機率 也沒辦法肯定的說你真的做了什麼 所以你得到自己復健啊 還有慢慢進步 就其實也好 蠻好的這樣 而且就是慢慢的左手 越來越靈活 28歲鄰家又四年前罹患骨癌 手術切除癌細胞痊癒後 鼓起勇氣參戰全民心 在游泳50公尺測試賽成為最速男 以28.94秒打破紀錄 還高票當選藍隊隊長喔 我們的問題我發現的是 大家可能有點 比較客氣 所以 在感情還沒那麼好的融洽的時候 大家可能說話會比較保留一點 最需要操心的應該是 LIKE 因為他會被開到什麼車內 都錯 對 一方面是他年紀最小 雖然同年齡是融融 但融融有在女團的節目 那個競爭也是非常激烈的 所以他心態上比較能挑食 那LIKE比較沒有這種 輸贏競爭的經驗 所以他在自己表現不好的時候 或是輸掉的時候 他就比較 會有點回不來 會需要一點時間 會需要我們去鼓勵 紅鮮的狀況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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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英雄主義 對 其實他被這樣講 我們其他隊員是有很大的責任 因為他是第一個跳出來 想要把整個隊伍的成績 拉起來的人 他們大家會覺得 紅鮮不聽話 就前置在講 為什麼不往裡面攻 他那時候已經氣喘發作 因為他的體力真的是 到後面消耗得太大 因為對方都是兩個人守他 甚至有時候三個人包夾他 他也盡力想要做到 切入這件事情 但真的是能做的選項不多 這個距離真的很遠 衝得上去嗎 我們可以加油 一躺會四躺 你有想過那是游泳嗎 那當然一定是 對游泳最有壓力也最有把握這樣 那還有其他你想 過幾度的想法 其他嗎 很多都想 就不要好像 不會游泳 我們在練那個躲避球的時候 掉了出去 前幾個就轉過來跟我說 加油 你丟那什麼球 軟啪啪的 我第二輪選你耶 然後就 趕快去旁邊 一直丟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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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覺得紅隊跟黃跟黃隊 比較細心 黃隊他們就是 他們很瘋 我記得有一天比較誇張的是 我們到現場 郭哥已經跑 慢跑完 他比他們 他們隊上的 約的時間 再早一個小時 到那邊 然後慢跑 我們看到他的時候 他已經流了一聲韓 然後熱身完 他說 就是加油來 丟球 那時候早上 七八點的時候吧 那你看他幾點 從台南出發 台南耶 我們現在都不配練了嗎 郭哥現在都不來了 這個就是什麼 什麼強者的傲慢嘛 他們現在飛去最多了吧 對啊 然後 紅隊然後你的男隊 對 再來是我們 我們在贏 RVG追 可以 還在追 能力追 能力追 狼狽的追 自從最前面贏了兩場之後 就一直 一直是連敗 已經有點輸到 懷疑自己 懷疑人生的感覺 所以接下來的男隊 我們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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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播出 不能去看 對 好嗎 對 好 好 我 好 好 感谢观看